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喜欢黄子涛老师 然后那个时候呢有机会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 那个时候我也是幸运儿上了舞台 哇还上了台 对然后我上去了之后我就一脸懵 我就说我该我该干嘛 然后我就一直坐在那我不敢动 后面呢黄子涛老师在我我坐的位置后面 他给我递了一张纸 然后我就一直 然后我看到的东西呢反而不是他们 我看到的是观众 就是觉得哇偶像的力量就是真的很大 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 我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偶像 然后呢有一天我一定要站在黄子涛面前 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偶像 这张纸我还留着 这张纸我还留着 我还放在一个保存袋里面 就是因为在这一个路上 就是让我学习了很多 然后让我今天能站在这 然后我最近出了一张专辑叫天气情 有一首歌是我找了黄子涛老师 跟我一起合作的一首歌 叫《向海之一样长大》 如果大家还没听可以去听一下 好 这个算圆梦了 我刚才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心里面感触特别特别多 然后今天又是淘汰赛 所以压力也会比较大 本来我之前有别的故事想讲 但是我突然就想到 突然感悟到 我觉得其实 算了吧你就走吧 不不不 不是走 其实为爱的人做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事 我不用去外面找 我觉得火星的每一个特工都是我爱的人 来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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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你们不相信 我也不准备故事了 我现场记性唱一些我最想唱的话 唱给每一位朋友 好的 可以吧 好的来 但是调子别是 两位特工我喜欢你 你们要告诉我在哪里 预备 今天我可能 就来这个嘛 就来这个嘛 真心话想说 调子不重要 真的是这首 真的是这首 但是你能用这个调子 让大家都有所感触也是挺厉害的 我试试不知道啊 不知道 来 加油 来 加油 加油 今天我可能会离开这里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我们是好兄弟 哎妈 接下来来让我来夸夸你 首先要说到的是汉哥 什么样的好事都带着我 如果我要离开这里呀 我还是你的好弟弟 说完了汉哥学说之前 学之前真的不一般 可能我会离开这里呀 但是我还会买你的专辑 买完了专辑说杨迪 杨迪真的是非常努力 可能我会离开这里呀 但是真的向你学习 这样啊 接下来说薇薇和蒙尘 哎 一个是男神 一个是女神 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 希望你们都是幸福的人 信赖的特工真了不起 一个帅气 一个也帅气 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 因为他们两个有福气 所以说小路和珊迪 他们两个都非常美丽 谢谢 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 因为你们真的很有勇气 微微改和掌心语 你们三个肚子里有东西 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 你们三个真的要多努力 火星的观众是特别扭 无忌都一直在守候 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 我想跟你们说I love you 最后我想说说房嘉宜 如果能单搜一个就是你 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 来吧 一起 你别走 我不想走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有点感动 有点感动 其实吧 我是一个就是北方男人 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 煽情的人 你还没淘汰呢 不不不 如果让我说最喜爱的地方 一定是火星 请报 请 这还怎么玩啊 这是哪一章啊 这是在干嘛 你这一辈子 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 火星 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 你这一辈子 我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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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投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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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哥你不要动脑像你要走一样 送到你送到你 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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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 就这么走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不用投票给田园哥了 他主动申请离开了我们这个舞台 不不不 在这里我们一起欢送我们的田园特工 可能你要离开这里呀 现在就请你走出去 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 带不走别人必须带走你 这没法玩了 玥儿哥真的拼了 田园你今天表现好好哦 哇 阿姨桌子都撇烂呢 谢谢阿姨 田园说实话 你感动我了 真的挺感动的 谢谢 但是感动归感动 票还是投给他 对 没有 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很多 关于就是为自己喜欢的人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觉得在爱里 你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 不论你喜欢的这个人 是你的朋友 伙伴 亲人 亦或是你自己非常欣赏的那个偶像 我们在真诚地向他表示喜欢和爱的时候 我们也往往要把他身上的那些温暖和闪光的地方 一直到自己的身上来 相互懂得对方身上那一种因为爱而产生的奇奇怪怪和可可爱爱 可可爱爱 好了 本期的会议呢 第一个提案已经结束了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嘉丽女士 让我们回忆起很多青春时期的一些青涩 或者是因为爱而做的一些傻的事情 接下来杨副局长 今天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重磅提案 请你提出来 好的 我接下来这个提案呢 严格来说是上一个提案的一个延续啊 因为前面大家分享了甜甜蜜蜜的爱情 对 接下来这个就是爱情里面的终极奥义 我发现地球人的婚礼总是状况百出 我相信各位哪怕没结过婚也参加过婚礼啊 婚礼就是很多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场仪式 但好像越重要的事情你越谨慎地对待它 往往就容易出现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 尤其是场上由即将会要举办婚礼的我们的易如哥 婚礼好事将近了吗 对吧 我之前有个就是我经纪人 是我安山的老乡 然后我因为我呢可能在全国一般吧 但我在安山真的非常的 没有哎 走到哪里就大家就有蔡徐坤的那种待遇 安山西门庆 西门 西门西门 把庆字去掉 好的 然后我就要帮助我的经纪人解决主持 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做这个婚礼的主持 因为我很怕主持错阿姨 我当时呢就勉为其难地去了 给我看了一下婚礼的台本 我整个人惊呆了 我先看了一下 我猫啊